看着这一桌子的美味真羞 虚竹的双手合十 展现了最后的倔强 虚竹在西夏冰窖里 是如何破戒的 这强硬的口气 可给姥姥吓了一跳 可她也没想到 虚竹是突出一个意志坚定 就这么在冰窖里 生生躺了好几天 整个人陷入了 女子悖论当中 眼瞅着再这么下去 逍遥派掌门 就要饿死在地窖里 姥姥到底是个好心人呢 抓起肌肉 塞进了虚竹的嘴里 咱姥姥在天山这么多年 花了这么多钱 还没人敢跟她这么作对 当下打算给虚竹整个狠活 你不是不想破戒吗 你不是不吃饭吗 姐姐我呀 直接给你整个 活色生香的大姑娘 吁吁暖 虚竹迷迷糊糊 只感觉一头火热 拥住了自己 这会儿的虚竹 可谓是情度初开之时 一头才冒尖尖角 从长出毛的鲁蛋 进化成了宝寸 他圆溜溜的大眼睛里 闪烁着最原始的主针 就在这冰窖里 两个人即刻开始了 制作法师成功的过程 哦妈妈咪啊 虚竹把火热的胚子 放到了烤炉里了 不愧是虚竹是否 等这一夜过去 虚竹一个劲的喊 不要走 顺时姥姥就发出了 反派的笑脸 这让虚竹 从温暖的面包烤炉里 清醒过来 打算一头创死在冰块上 可奈何 虚竹体内真气太强 愣是没撞死 接着就看到姥姥 拿着一个大鸡腿 吃着纳脚一个肉香四溢 满嘴油油 虚竹经过了脑内一番天人交战后 终于想明白了 抱起一盘猪头肉 生吃猛肯 主打的就是一个 吃完了 还唯唯缩缩的跑到角落 忏悔了一下自己的罪孽 接着马不停蹄的 开始身为面包师傅的传统艺能 这一对梦姑梦郎 在小小草旗上 进行了生物学上的深度合作 看到这一对的成长快乐 90多岁的小老太太 内心虽然窃喜 但是脸上还保持着一个 90多岁老人该有的成分 这时候姥姥则开始寻寻善诱 还想找这个姑娘玩吗 你给我练一套长法 我们打得差不多了 你一个偷袭 众所周知 虚竹的道德水平很高 咋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 姥姥气得 直接一个大鼻兜 扇虚竹脸成了 那叫话的 姥姥我呀 好吃好喝 伺候着你 还给你找妹子 怎么着 合着我现在 是陈瑞吃着花椒摸电门 输得麻中麻是吧 那姥姥的大鼻兜 在冰窖里 扇得是啪啪坐墙 姥姥气得 让她抓紧时间鬼蛋 就在虚竹步履蹒跚地 向冰窖外走去时 恶变咒声 这是天山同佬 最狠毒的手段 生死符 此刻的虚竹 只感觉细小伤口处 阵阵麻痒 又如同针扎一般苦痛 如同万已是心 姥姥这几个月相处下来 知道虚竹的脾气 给了她暂时的解药 又传授给她 解除生死符的法门 一连几天 虚竹也掌控了生死符 此刻距离天山同佬 恢复全盛姿态 也仅仅剩下一天 就在此刻 西夏太妃终于抵达了 她忠诚的皇宫 旋旗开始了传声定位 不同于虚竹的慌张 咱姥姥毕竟是成熟的 90岁老太太 心态这块 属实是哪年了 放心 西夏皇宫这么大 她绝对不知道 咱们藏在此处 但是啊 咱们也理说 还是礼修水能放下面子 一介西夏太妃 搁着用千里搜魂大法 讲起了 她和乌鸦子的雨后小故事 又是亲亲 又是抱抱 又是举高高的 小和尚虚竹是不太理解 和姥姥 那就太生气了 当即怒急大吼 这一旦破了弓 李秋水 金红妾影 一闪而至 转瞬 就到了冰窖入口 虚竹对逍遥派 这段陈年往事 听了个大概 就看见李秋水 直接开启人身攻击 两个加起了快200岁的人 疯狂瓦街 一个说师姐小矮子 长不高 一个说师妹小浪蹄子 喜欢供应小侦探 说话之间 这两人几十年的恩恩怨怨 在此刻彻底爆发 两人骑出一掌 整个冰窖顿时地堵山摇 无数碎兵 骑骑落子 虚竹探头探脑的 暗中观察 就听见李秋水的声音传来 姥姥又在拿我取笑 李秋水情色 世界呀 你可拉倒吧 傻午盼安 我看见的是一只 你骑着的小和尚吧 虚竹探出脑袋 就被姥姥摁住头 使出了这几只练习的掌法 眼见李秋水攻来 虚竹闭着眼睛 慌忙应对 却把李秋水生生比赛 这姥姥不愧是千层套路王 要且生死符 就得练天山六阳掌 姥姥也说过 这小和尚 就是乌鸦子的清传弟子 虚竹想着化解两位前辈恩怨 却不想 两人根本不恋亲 姥姥突兀抱起 背起一掌 趁李秋水来不及反应 一脚蹬了出去 这一招下去 李秋水的脸都绿了 眼见于此 虚竹飞身挡住了姥姥的攻击 待李秋水调戏结束 校洋派同门内斗也即将上演 西夏华宫 阴森兵教 天山同老对决李秋水 数十年夙愿 今朝了结 就见李秋水飞起一掌 姥姥扶袖打飞了虚竹 两位老太婆对了数掌 姥姥只感觉一股雄昏长进 透体而过 在虚竹匆忙赶来 扶起姥姥的时候 姥姥原本乌黑的头发 此刻灰白一片 精致的皮肤 也呈现一股老太 虚竹在贪 姥姥自乎连气都没了 一天之差 便是天长之别 李秋水可不信姥姥 就此隐喷西北 拿着火斩 就要给师姐来找狠的 所幸 李秋水被虚竹所打 不能上前 更是一掌拍上虚竹天灵之客 只感觉周身内力 源源不断朝着虚竹体的奔腾 李秋水飞身暴起 看似攻向虚竹 实则 越过小和尚头顶 就要给师姐补一道 小和尚虽然经验差点 但奈何功夫明天 一把抓起李秋水的胳膊 把他丢了出去 李秋水虚空弹出一指 点住虚竹 就在此刻 姥姥猛地睁开双眼 结结实实地 给李秋水一击重击 在现冰箱内杂物燃气火焰 冰块纷纷化作冷水 两位90岁老人 就在冰水里 隔着虚竹打了半夜 直到溶水再度凝结成冰 这一晚上过去 虚竹只感觉浑身燥热无比 当下挣脱冰块 抓起两位婆婆 破开了冰窖 寻了住温暖地 晒太阳 等两位婆婆一醒过来 直接又撒起来 在虚竹的调节下 两个婆婆 玄机运功各自疗伤 虚竹也席地而讨 顺便看起了 吴阳子送的画像 同老紧急叫停了虚竹 还阴阳怪气李秋水 说要是被师妹知道 画上的人像不是他 指定得被气死 不过姥姥毕竟是在灵鹫宫 不像李秋水 在皇宫里 第一线感受宫洞 阴阳怪气这块不如师妹 接着让虚竹开始摇人 等虚竹吹完了信号 李秋水两眼一翻 直接倒在了地上 远处灵鹫宫的姑娘们赶来 在完成公主交接后 姥姥仔细端讲了画像 却猛然发现 画像中人也不是李秋水 玄机抱着画像 悍然离虚 装死的李秋水 拿过画像 也知道了乌鸦子喜欢的是 她的妹妹后 爬到了师姐面前 在说完这话后 李秋水也刻然尝试 眼见恩怨一了 驱逐把两位师姐妹的手 拉在了一起 便嘱咐灵鹫宫众人 安葬两位老人 同时也准备起成 飘秒风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缠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